從民營黨2008年 找張正雄來接觸 過去來幾年 大概都是五黨籍的人士 即便是當時張柏雅 後來他也是五黨籍的人士 所以我在這邊 張柏雅一直都是五黨籍 他有成立一個什麼 我參加什麼 五黨聯盟 但我是說他在當中選會主委 所以我這邊有一次呼籲一下說 也許李靖勇這邊 他可以來 退出民營黨 退出民營黨的方式 比較用中立的態度 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會贏得朝野的尊重 我覺得比較 因為畢竟他跟其他的單位 是不大一樣 他要做的就是把選務辦好 這個選務不論是中央或地方選 大家都會看著他 如果今天他用政黨的 當然就是說他如果用政黨 難免會讓人家有不同的下想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難道沒有別人可以用的嗎 是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執政黨的立委 我要講提名權是在行政單位 不是在立法委員 所以我是請教你說 這麼多朝野積極多事 也許他有徵選過 立法院還是要通過 因為有投票錢 我的意思是說 也許他有徵選過其他人 也許有不曉得 不是 蔡委員 是說你的這一票 如果李靖勇沒有退出民進黨 就去接中選會主委 你那一票會不會投 我當然如果認真的考慮 我會再繼續投給他 因為我認為中選會主委 如果用一個退出政黨的人 來做會比較恰當一點 這是我的看法 如果他沒有退出的話 你會考慮不投給他 對 這是一個中選會主委的人士 為什麼這麼動見觀瞻 因為2020的總統大選即將到了 之前的陳欣賢的選務 大家已經看得膽戰心驚 現在又來一個李靖勇 到底民進黨在打什麼算盤 我必須要講 你看到民進黨 不管講說是總統決定 或者是行政院長決定好了 剛剛秀琳講得很清楚 剛剛這個蔡世銀委員 他自己也講 中選會歷屆以來 都沒有政黨色彩的人士 在擔任這個主委 好啦 陳欣賢 陳欣賢也是沒有任何的背景 可是他搞得亂七八糟 現在找了一個有黨籍的 你說沒黨籍就搞成這樣 對啊 沒黨籍的 就搞得亂七八糟了 現在有黨籍的 那不是更蠻恨了嗎 所以說我也覺得講說 難道你民進黨 真的為了要安插 這一些所有敗選者聯盟 你連老百姓的聲音 甚至於過去兩黨的默契 遵循底下的這個共識 全部都要打破嗎 那真的 那真的不幸嚴重 1月17號 我去新北市選委會 登記出來記者會的時候 我就講了 如果你民進黨覺得講說 虧欠雲天大哥 甚至於支持者 你覺得虧欠雲天大哥 那你就直接讓他 去當華市的總經理就好了 你幹嘛還要讓他周車勞頓 然後這樣子選這一局 如果敗選了之後 然後你才要把他安插嗎 是不是 有潛力可循 俗路追 奏路管 對不對 現在坊間的人會覺得講說 你民主進步黨 這是什麼民主真諦 沒有關係 這是你們的權利 我們都尊重 可是老百姓他是怎麼樣看 現在你又把中選會 這一個獨立機關 你甚至於促進轉行政委委員會 那一個也是獨立機關 可是他們怎麼樣 在去年9月12號 這個密謀 怎麼樣是二整侯友宜的 對不對 你難免讓人家又想起 去年9月12號 那個促轉會 那一個東廠 他們的這個算計了 你今天大大人都這樣子敢做 立法院院長蘇嘉全 那個是大家的公司 因為他如果沒有黨籍的話 他不能夠列入部分局 或許你要讓他去當院長 他必須要講說我免除政黨活動 但是蔡吉江副院長有嗎 沒有 還是照常參與政黨活動 那現在你講說 剛剛蔡市議員委員講的 講說他如果為了要 接這個中選會的一個主委 然後就辭去民進黨 這樣對於民進黨的支持者 好像全都沒人家了 為了要一個主委 我可以幫民進黨外地 對 我也覺得講說這都不對的 你是如同剛剛惠文雄所說的 難道你民進黨真的找不到人了嗎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人了 那就讓國民黨來執政 我們找這個適合 讓藍綠都能夠接受 而且沒有任何政黨背景色彩 能夠真正行使 他獨立機關的一個主委 所以說我覺得人民老百姓 你真的要藉由這次3月16號補選 然後你看到這一局 真的要讓我跟謝榮介有機會 當然蘇貞昌在提李靖勇這個人選的時候 他一定不會沒有想到說 這個會有社會觀感的位置 大家會有這樣的意見 為什麼還是要這麼做 這才是讓大家覺得很好奇 難道社會觀感不重要 這個人心是活的這件事不重要 反正民調都已經死在那裡了嗎 穿多塊 社會的事實在是 抗頭膜不知道是誰 這四色的補選 他們現在民調輸 我就一直一個不最基調 到底要再出什麼 副營動 貼固的行政議長 白腳的行政議長 包括董主席 包括新調流的 詹文林 都在對我攻擊 我只想說這樣我就動了 好不容易動過一禮拜 到底是要再出什麼 來了 你不說不怕 一說一禮 整個都控制了 這選無人的處理 台北市中選過你不記得了 就為了這樣敲敲敲敲到尾 變得給他 贏了三千票 這叫做吃到甜頭 吃到甜頭之後 他們現在就在想說 離空離空的 中選會可以出什麼外交 如果離空離空 要出外交 就先用這次撥栓來試試看 好好好 是當時當時你要求人 你的意思是我們兩人會用創意 我是不能想說我身經比較好 你們兩個可能不會有 我現在知道 這要怎麼逢 我們就是在逢 中選會已經無到大家七到八歲 大家對這個機構已經漸漸沒信心 我們在這邊的選區裡面 十一月二十發生那麼多的事情 這樣你們現在又用這個 政治色彩制徑 尤其我 他負中禮線在選的時候 我又去負中禮線 騎台減英港 你看他如果花他分財心 我們要怎樣 所以我在上禮拜 我就有三件子民 我就成立略規模堆了 看要怎樣逢 你們要怎樣逢 要怎麼負人民做對 他們現在不是要抵應 我們這裡八歲的賺錢 我們現在是說人民賺錢比較大天 政治對立放一旁 他們不是你看看 吊吊吊吊吊就是要跟你政治對立 不怪你們這裡做農 做魚的 你送老爸送這裡 老爸你現在越來越厭 不怪你們會聽說話 這就不行 咋不行 明明咱咳 就真的這樣在自己摸 有這個時候 還跟中選會主委一趟 這樣重頭鞋 這實在說不可思議 整個頭鞋都想說 要怎麼顧他們的政治利益 要怎麼可以連任 要怎麼可以這樣一票一票 把你放起來 所以我們這次看他出這個動作 大家要小心驚訝 你放一票人民賺錢比較大天 只有這樣拚經濟 所以三月十六 用你的選票出來提醒這個新的 未來新的中選會主委 大家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